周围龙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比赛 上来就是一个单杆109 嗯 这一杆这位龙的开球啊 力量轻了 最后我做的这颗红球 丁净会是可以连打带方 没能够打进 嗯 这一杆的防守啊 丁净会是打厚了 白球没有能够防回去 右侧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有进攻的这个线路 但是现在白球停的位置啊 嗯 黄球在后边啊 刚好是影响到了手架的这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 无形之中啊 就会增大了这杆进攻的难度 嗯 这位龙直接就不打了啊 防守 这掌声啊 这是旁边另外一号一张球台上奥赛利文的比赛的 嗯 同时在比赛的这个大湾云集啊 嗯 奥赛利文 塞尔比 都是在这个其他球台在做 同时在比 嗯 好球啊 这一杆 这位龙就是在做防守 还是流出一个长台 线路还是控制的非常的精确 但是就是力量啊 少少的欠缺了一点 来看一下 对左侧这个红球 如果选择进攻的话 现在黑球右边进攻的这个线路啊 是被上面的红球影响到 所以说 看一下丁凯 嗯 打进之后啊 先把白球跑回去 嗯 好球啊 这一杆 那打进之后啊 直接就把这个白球的位置 调整到非常舒服的这么一个 做篮球的角度 6 7 7 黑球上方的红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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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定习会也是 看到白球和篮球形成角度 刚好是可以K球 索性就直接先榨散 没有去来单独做黑球上方的这颗红球 这一干K完之后 效果还是非常理想 红球的分布更加散了 而且并没有对高分支的彩球形成影响 感觉今天定义会 还是延续着之前前门两场比赛的好状态 而且速度也快 打得很坚决 非常果断做决定 出竿也快 带口的红球 可以来做黑球 还是先回去 再来做低分支的彩球 调整 但是这一干位置好像不太理想 看需不需要拿黄球过渡一下 之前的一干带口的红球 之所以没有选择来做黑球 应该也是黑球打进之后 这黑球的点位是受到了红球的影响 现在白球停的这个位置 对于后边的连接增大了难度 看一下这根中远距离 加根 调整回来的这个位置 肯定是有球可以进攻 但是这个位置 对于打红球来说还是有些难度 距离还是稍稍有点远了 对于后边连接彩球 会有一些难度 嗯 好球啊 这一干 角的黑球 刚好是留一个向上的角度 把上面的红球打进的同时戴开 这样它的黑球的点位就不受影响了 可以很舒服的摆回去 这样的话黑球两侧都是有进攻的线路 在后边的一连串的进攻当中 黑球是肯定是主攻的一个区域 这左侧的红球 应该是一个电杆就可以做到黑球 嗯 漂亮 随着定警会的连续进攻啊 这个目前这个局面是越来的越清晰 也越来越简单 非常的支持 又是直接一杆制胜 嗯 黑球左侧的这一颗 黑球的角度可以用中极杆啊 轻轻的开一下粉球 嗯 选择直接停啊 也是可以 它实际上可以粉球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白球停路 嗯 那干法还是控制的非常的细腻啊 从那个红球当中 缝隙当中啊 穿出去来做篮球 看一下目前领先了63分 还需要一红一彩 嗯 这一盘应该又是没有问题了 对 这样的话前面的两局球啊 应该说热尔龙还没有获得这个上手进攻的机会 操奔了 这个次看看 应该说通过前面的两局球啊 也是给周一龙提了一个醒啊 嗯 至少是在本场比赛当中啊 这个防守啊 应该是这个这场比赛当中 这重中之重的一个环节 对 因为稍微防的不到位 给留的机会 嗯 丁净辉抓住就不撒手了 前面的两局球应该都是 这个防守啊 出现了问题 被丁净辉抓住远台进攻的机会 直接打进之后啊 就一杆制胜了 而且这一盘又是很大机会啊 购买 我可以快 打电黑球 打电黑球正好一百分 今天的球迷真是幸运啊 嗯 再送出一根出发 完 看准 青台可以拿到一百二十七分 也是一个这个不错的分数 嗯 截止到目前为止 本次比赛的最高分是一百四十分 对 特勒获获得一百四 嗯 张安达也打 张安达也打了一百四 也是打了一百四十分 也就是说 如果在后边的比赛当中 没有人能够超过一百四十分的话 看这个两个人会平分那个高杆奖 嗯 完 完 一百四十 完 一百四十 两个人又来一百五十五 阿比德洋